這一次首爾跟釜山的市長補選都變天嘛 以很多人預告 目前文在寅跟執政黨的聲勢 明年大選變天的機率也非常高 您的看法應該也非常接近 就是可能會變天 我要問的就是變天之後 韓國的政策會有大轉彎嗎 如果是 在中美之間尤其是 如果是反對黨國民之力 因為他現在在國會是在100席位 文在寅的民主黨是180席次 所以在這麼一個80的差距之下 所實話 像這一次的選舉 為什麼市區補選 為什麼能夠讓文在寅搞成這麼慘敗呢 主要原因是 你這個文在寅說話 跟這個真正的這個 像他在這個2015年這個 就任詞的講的這個美麗的這個詞 我要怎麼樣的 根本就是騙人 沒有做到一點 他們媒體分析 沒有做到 你光會講話漂亮的話 那是失敗的原因了 那如果說他被執政黨被換掉之後 反對黨會跟美國走得更近 那現在就是說文在寅想盡辦法 要這個中國這個國家主席這個習近平 12月以前要訪問 是偶爾回訪 是回訪 那麼這是一個籌碼 那金正恩呢 恐怕也要看這個習大哥的點頭 那麼文在寅的想法是說 希望習近平 金正恩都能去海外給他 3月6月 明年的3月6月的選舉的一個籌碼 因為他在國內沒有籌碼了 像他這個不動產政策 4年當中 新的政策25次全部都失敗 25次 全部都失敗 然後你這個搞這個LH公司 所謂的韓國這個國土這個住宅公社 也是國營的 國營跟民營合資的 國營的這些職員 能夠把竊取裡面的這個情資 他們自己去買土地來種樹 然後他知道這一塊地 將來一定要變成住宅區 這個房價就會漲 所以就是說這完全是文在寅在人事方 不得明心的原因 那這一次OK 談到這個 剛剛這個國務總理也換新人 這個五位這個部長 這個那個首長五個也換了 那這一次很特別 這一次是完全是技術官僚 不用政治人物了 來做這個部長了 這是有一點 一個反方向的一個做法 那這一次就說為了 明年的選舉 那這是對你提到這個美韓的關係 我個人認為 你說習近平在看你 盯住你 你不是要我去訪問嗎 你現在去美國去 你要怎麼樣 尤其是你美國已經看得很清楚 你是殺的這個中種飛彈 韓國不聽你的話 要現在美國國會給文在寅施壓 跨的就是這個美國印度什麼這個日本 四方這個韓國趕快加入 又在那施壓 所以你五月要來啊 你要不要加入 韓國這一方面是 說實話 習大哥在 他是還是沒辦法答應 如果明年大選變天 新的執政黨 你就現在反對黨 會應美方的要求 就部署撒到飛彈了嗎 會擴大 擴大設備 文在寅大廁區間 拜登 北韓 這個朝鮮半島的和平問題 絕對是焦點中的焦點 那金正恩其實在三月底的時候 我們當時節目討論過一點點 派了人傳了口信給習近平 希望雙方能夠加強戰略上面的溝通 來應對他們共同的敵對勢力 當然講的是美國的拜登 那這個習近平跟金正恩 要見面這個事情 好像從三月之後 到現在沒有任何的下午了 老師你怎麼看北韓的狀況 我想金正恩本來是在這個 他爺爺這個金日成的這個 109歲的生辰 要給美國一個送個這個大炮禮物 他這次忍耐下來了 主要的原因是 拜登政府一直說要對北韓的新政策會出爐 到現在還沒出爐還沒出來 那所以金正恩呢 等一下 等一下看你怎麼對待我 我就硬碰硬 我絕對不會軟 所以他現在川普下台之後 這段時間他大概核武新開發的 研發的一些核武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 都在準備 所以你美國如果對我有什麼新這個政策出來 OK 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我就不客氣了 那現在這一次是 像這個日本的這個經濟海域發了 發了 那也沒死人 日本人也沒死 沒有什麼影響 也不算新型的導彈 也不算是 飛彈 這個好 那下一次我個人預測 就要快到關島 快到美國本土的捷徑的地方 這個金正恩一定會往這邊努力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當然習大哥習近平一定要點頭才能算數 所以這現在為什麼大陸跟北韓 那個大陸的肥料車已經進去了 因為他這個春天要春耕啊 要需要肥料它進去了 所以已經開放了 因為疫情關係呢 這個一直這個封閉 現在已經開放了 所以北韓需要中國大陸 要支援支助它 老師剛剛提到一個重點就是 可能金正恩還在等 拜登對於整個系統性的 東北亞一個局勢的一個戰略方向 或者是方針 基本上我們上次討論 五角大廈好像他的國防報告書 要到五月中下旬出來嘛 那金正恩還在等 但是能等多久 給大家看一個衛星照片 不會是好消息 不會是好消息 這是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登出來一個衛星照片顯示 協助這個試射潛艦彈到飛彈的 這個機部船 出現了移動的跡象 這個是該幹嘛呢 預告接下來 為日後要試射做一個準備 或者是他明明知道 衛星有在拍 我就移動一下 讓你看到其實我在準備 這也可能是個訊息 國瑜你來看金正恩 他的關注的面向 還在觀察拜登嗎 今年到明年有三個大事件 關係都不會太好了 第一個就是 布林肯跟楊潔絲鬧開了嘛 那第二個就是 日本就擺明了9月到11月 要在九州那邊做超大規模的演習 對不對 那第三個就是 明年3月韓國要選舉 明年6月菲律賓要選舉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在中美已經鬧開的情況下 中國當然也要想要 穩住韓國跟菲律賓啊 因為目前這兩個政權是親他的嘛 所以他也會想辦法幫文在寅的忙 那也會幫杜特蒂的忙 那美國當然就是反過來啦 杜特蒂最近滿買單的喔 不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 杜特蒂買買單的 就是他大概也知道 不專遊就好 這個選舉過程難免 都會有一些民粹的聲音嘛 可是 終究 對北京來講他當然希望 杜特蒂跟文在寅這個 這個政治聯盟可以繼續連任嘛 當然是這樣 那美國就倒過來 然後北韓也是一樣 北韓就是在 你可以看到那個 楊潔篪跟布林肯鬧翻之後 那中國就跟伊朗加碼了嘛 那現在也跟北韓加碼 我要穩住伊朗跟北韓嘛 所以伊朗他就簽了一個4000億 25年的合同 對不對 所以伊朗現在也強硬啊 那北韓也是啊 他們現在邊境又開放啊 所以北韓也一定強硬 就基本的態勢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裡面玩喔 除非美國有產生重大的變化啦 可是目前看不到 那我認為這個局就是 恐怕要到 明年怎麼選完才會底定 日本關不關心北韓 關心嘛對不對 日本只關心自己的日本人 被北韓抓去的那件事 日本人看了超級透徹 他有提這個議題喔 有提這個議題 但是也沒提 射導彈飛彈的事情 日本 美國的聯合聲明當中 其實沒有出現 什麼朝鮮半島 或者是金正恩的話題 這個某一個意義來說是 日本的朝鮮半島專家 已經看透了這一點 北韓的飛彈啊 北韓的導彈不是對日本 也不是對南韓的 是對美國的 劉老師竟然點頭 沒有在怕 所以也就是說 金氏三代將軍 核武的開發 他是為了要對美直接交涉 但是這個在川普時代已經實現 但是當然沒有成果 他的最終的目的當然是半島統一啊 所以這個是北韓方面的 不會變的喔 不會變的一貫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半島的統一 所以其他的事情 都是為這件事情在準備而已 而朝鮮半島最核心的兩個要素 一個是恨 恨 一個是重 情 恨是上下關係 所以造成了上下關係就不行 所以中國如果認為 他是在北韓的上面的話不行 要平的 不會啦 情是平的 中國知道不行 對沒有錯 所以例如美國一直站在上面 來跟北韓交涉 甚至跟南韓其實也是一樣 南韓一樣是恨跟情 對 所以為什麼日本跟韓國 會有那麼大的不一樣 應該倒過來講 韓國跟日本對待美國的關係 為什麼會那麼不一樣 這個是其中的非常強大的 文化性的要因 回到主持人的問題 確實日本對於北韓 關心慢慢的淡化 交給美國處理就好了 說不定美國對於北韓的處理 又會回到 不新時代的六國會議 大家已經忘記了 你是多邊的 而不是川普時代的雙邊 一對一的 大概回到國際資訊 國際貨幣 韓國應該 可預見的未來時間 可以規矩一下